北京时间4月27号16时26分 23岁的旅美归国大熊猫鸭鸭 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在中方兽医和工作人员的陪护下 前往封闭隔离检疫区 为做好鸭鸭鸭隔离检疫 上海动物园设立了专门的隔离检疫场所 喊室内寿舍 室外动物厂 饲料加工间等 室内寿舍加装空调 同时准备了丰富足量的竹子和腐蚀 在隔离检疫期间 北京动物园专家团队将驻场全天24小时陪护 针对鸭鸭 高龄 生活环境变化等特殊情况 精心做好饲养护理 健康监测和诊疗诊治等 陪伴鸭鸭尽快适应回国生活 为保障鸭鸭安全顺利回国 3月16号 北京动物园选派了经验丰富的饲养员和兽医 赴美参与饲养护理 熟悉掌握鸭的生活习性和饲养情况 开展行为训练 日常体检和健康评估等工作 2003年4月 大熊猫鸭鸭 乐乐 旅居美国田纳西州孟飞斯动物园 按照中美双方合作协议 与今年到期回国 今年2月 乐乐因心脏病离世 中年25岁 一体同机返回国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